歡迎繼續收看冬少玩遊戲 今天我們就玩一隻Steam上免費的遊戲 就叫做Alien Swarm 當然知名度就沒有Timpossus那麼高 那我們就... 先設一設場 廢話不要說那麼多 這個是什麼遊戲呢? 打怪獸做任務 就是這麼簡單 我們設場的時候就等一等 這遊戲其實很簡單 第一它是免費遊戲 第二它本來是想四個人同時合作 這遊戲沒有對戰的 只有合作模式 就是四個人 因為這遊戲年紀實在太久了 我們就很難找到上網找到人跟我一起玩 不如自己Solo吧 Solo可能更個人 為什麼要做任務呢? 打怪獸就知道怎麼打 做任務是怎麼做的呢? 那就要靠職業 這遊戲有四個職業 這樣做任務最重要就是要找一個工程師 工程師大家看到就是右邊這兩個 我多數都用黑鬼 黑鬼格鬥高一點的數值 廢話不要說那麼多 這個小賓遊戲 難度也不會特別大 我們一邊聊天一邊玩 都可以 今次我就想試試那個直播 看看它的直播情況如何 大家都可以一邊看我打 一邊看 如果你覺得疾的話 就跟我說 沒問題 那我就配電鋼 當然是玩一下爆門 不用說那麼多 我最喜歡這個遊戲是玩什麼? 玩爆門 連密碼都不用開 爆門 一爆進去就完成 幾位正 它這個遊戲有一個神器 是什麼呢? 就是火焰噴射器 一半時候你見到有人 你就噴 它過不了 不過你只能瞞到它 你一路要慢慢清掉那些怪 這裡我就不要走過去那麼快 先清一清 這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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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大家都不太看見我 上載一些影片 因為這陣子 其實新遊戲 不是特別多 哇 中了槍 新遊戲不是特別多 那陣子 這陣子 我也想玩一些自己想玩的遊戲 那有一隻我覺得挺好玩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玩一隻叫做文明5 文明5是一隻我很喜歡玩的戰略遊戲 這陣子我真的很迷這隻文明5 哇 哇 差點被它的門打爛了 我差點就倒掉了 哇哇哇哇哇 快點說 我衝進來了 我還是先噴一噴 那些噴實它 他就過不了 但是可能子彈不知道夠不夠 剛剛說的是文明5 這陣子 為什麼大家看不到我上載影片 因為我在研究這隻文明5 那文明5 就不像普通遊戲 那麼容易玩的 很多時候我玩最難難度 所以我還是要慢慢去摸索一下這遊戲 慢慢玩一下才知道他怎麼玩 那我免得 普通難度我就不拿出來獻醜 那當然是拿最難難度 所以我還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樣大家又笑一下 死火 咦 嘩 放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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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彈先 大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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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這次都出來了 我慢慢要清潔它的怪獻 因為我教了一個模式 現在這個模式就是 這個叫做 Onslaught 即是 我中文 我不知道它叫什麼名字 它是那些 C 即是那些怪獻 出來的頻率是 不會 固定的 即是它會隨時 嘩 隨時都會彈一隻出來 你不知道在哪裡彈出來的 你要看右下角 有一個 雷達 嘩 嘩 這隻 這隻很固定 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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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我快要死了 我能否通過 快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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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隻正在過 我先把他寫 為什麼有紅外線呢 這個 分火器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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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來 又來 嘩 守住這個點 嘩 你過不來 嘩 我快沒有子彈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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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燒死他 嘩 還沒死 嘩 嘩 只剩下12票 我知道 噴射器 嘩 嘩 走 走人 大哥 不夠做 快點設槍 設槍 不知道能不能設定 這個位置 不知道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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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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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慘了 我忘了這個怎麼玩 好像是這樣 一再轉 再轉 快點下降 快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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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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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人 躲起來 大哥 躲起來 沒死 嘩 嘩 下面 開警察 衝過來 沒問題 十飛 十飛 沒問題 走還沒有 看看雷達 下面好像死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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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嚇死了 終於過了一關 大哥 這遊戲本來是想四個人玩的 那 要是SOLO的關係 一個人玩呢 一個人玩四個人的份量 所以就這麼刺激了 大家 看到 啊 啊 講到哪 剛剛 哎呀 文明5 很好玩 一戰略遊戲 其實文明5改版了很多次 他出了兩個DLC 一個 秘書 出了一個一個GodOfKing 是加了一些宗教 另外一個就是那一個叫什麼 新的美麗新世界 我覺得這一隻最好玩 很一直說 才好嗎 美麗新世界真的很好玩 他多了很多國際事件 你真的好像在玩一隻要跟其他國家互動的遊戲 而不是普通一隻就這樣不斷打架 其實文明5有很多人救病他 這遊戲根本就不是玩文明 是玩野蠻打架不斷要你打架 所以我覺得他這次的改版是非常有良心的 他是多了很多歷史事件 即是國際事件讓你可以玩 變成其實他有一個國際的遊戲 即是有很多外交 你要外交跟哪些國家交互 嘩怎麼拿錯東西 你要跟哪些人搞關係 嘩嘩嘩 大哥 幸好 輸了過你 所以其實他那個新的DLC我覺得不錯 而且他現在融合了宗教 然後現在國際關係要打好 因為他研究了印刷之後 就可以開始召開國際大會 這樣就會不斷有些條約 那些要通過 很好玩 所以最近我也是在玩這個 文明5 那些影片暫時都沒有什麼 不是很多 現在出不了 因為要慢慢研究這些遊戲 要細細品味 等於你玩一隻 說真的我覺得這隻文明5 很大程度上 等於你玩一隻 戀愛玉城遊戲 你要怎樣跟國際勢力打好關係 其實就是你要 要博取女國的好感度 其實這隻遊戲真的很像 所以也蠻有趣的 除了文明5之外 我最近還在弄另一隻 也不算是我自己打 是一個創作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什麼叫做模組 MOD MOD 我現在正在弄一隻 遊戲的模組 是什麼遊戲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聽過一隻遊戲 叫做 嘩 別輪了 一隻遊戲叫做 文國無雙 嘩嘩嘩嘩嘩嘩 嘩嘩嘩嘩嘩嘩嘩 嘩嘩嘩嘩嘩嘩嘩 嘩嘩嘩嘩 我打凌 文國無雙,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這遊戲 其實這遊戲就不是商業遊戲來的 是一些小玩家、小程式員 就這樣開發,就開發是香港人來的 但是,嘩嘩嘩嘩嘩 真糟糕 但是呢,他... 嘩,大哥,我先解一下 我有些不祥的預感 這裡 等一下 我記得之後會出一隻蝗蟲 來,來,來,好像出了,對嗎? 沒見,沒見,沒見 等一下 出了嗎?出了嗎?出了嗎? 嘩 嘩 嘩,這裡有一隻大隻 走啦,走得快好世界 什麼的最好是什麼? 女人什麼的最好呢?就是 腳長,走得快 跑就過了 怎樣啊? 不過其實說真的,這個遊戲呢 我太久沒玩了 一來,二來其實我不是真的厲害 如果上網呢,很多人玩是怎樣玩 是,他是一個人 Solo 難度呢,他就不是黑了 他是這個Brutal GET ON SLOT 嘩,我真的不太行 真的要看著他玩,我才知道怎樣玩 不過就,算了 我還是,這個遊戲 始終年幾都有回到差不多 我們都很難可以 研究 深入研究 看看 第三關,我想一下是玩什麼 我已經忘記了 嗯 我好像是玩雪地 雪地? 雪地? 雪地 雪地,我先找一支槍 啊,機槍 機槍 機槍 機槍,咦,在這裡 然後當然是出這個什麼 這個是不是叫 雷故純 我也不知道 不要管了 對了,玩雪地 那支槍用來做什麼呢 這關就不是用來打怪的 這支槍是用來卡位的 這支槍 因為這關真的兵貴神衝 你跟他糾纏 你一來不夠子丹 二來浪費時間 不斷衝好過 後面有些不用管了 他淹到你了 其實這裡我本來也不想用那支雷故純 不過 算了,用了它好像比較好 安全一點 掛著說 嘩,終於按到 喂,走人了 喂 那一根 哇 大哥 要不要准べ 后悔 剛才欠 quote 一定時 Adjust Spokes 你往下跑 逮捕 kunne給他 用咤回去 快。。。快 forme 快點 還未到 嘩 跑人了 先按這個鍵 按下按 先冷�PE 想回v musste玩節奏 吃後一掩也被射中 你已經也紅權了 我已經有很多隻 還有很多隻 還有這麼多 走人 走人 再見 嘩 快點去碼頭就有監補 那艘船到了 不過有時候如果那些怪拖子 船也射不完 很搞笑 先撿子彈 嘩嘩嘩 就說就到了 神經病 嘩這裡 不用說了 按住按鈕 這裡可以射 嘩 這裡太多了 其實這遊戲最好就是右下角 可以在這裡射一下 可以讓你看回雷達的位置 你沒有右下角的位置 你自己的Solo真的 真的不太行 嘩嘩 嘩 沒事 沒事 現在又要等他的船過來 最慘就是 那些怪又不斷過來 嘩 射到 走人 嘩 死 後面又有 沒事 冷靜 嘩嘩 嘩 嚇死 沒事 嘩 先撞過去 看著雷達 沒死 看著雷達 嘩嘩 沒事 嘩 完了 這關 你一隻 我不怕你了 慢慢跟你玩玩 你扭一下 身位 又過了 一隻船差不多到 但這隻船不射 射到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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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用 嘩 嘩 嘩 喂 過了沒關 過了走人 好 完蛋 再見 碰到